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大家分享的诚语是 头头是道 诚语出处 为力动员禅诗 逐传登陆中的诚语 放之头头皆是道 发法本完成 意思是指 修禅学道的人 经过一番磨练修辞 正德真帝 是开午后的境界 这种境界 是表现出心境融合 内外打成一片 乃至日常生活中 着衣 食饭 谈笑 睡觉 做事 待人接物 一举手 一头足 都与佛法真理和吻合 我们从 发花山 全举禅诗 处理日常生活方法之中 可以体会到 开午后的境界 肌内要吃饭 寒内要加衣 困时伸脚垂 以时要纳量 充分表现 禅师心中 是多么清静 无牵无挂 所以在肌饿的时候 不贪恋美食 可以开怀大着 寒冷的时候 不挑选 适养品牌的衣服 只是享受 家衣那种温暖 疲倦的时候 放下一切的牵挂 一觉就睡到大天光 热的时候 只要熄灭心中的 亲恨和欲望之火 迎向清凉 昏风 所谓 到在尋常日用中 禅修 不必要躲在深山 而是要在生活的 言谈动静之中修行 吸收佛法作为养分 才能够时事处之泰然 表现出平常心 不起分别 就可以称为头头是道 修禅 并不是只是盘腿静坐 而是生活中 无处不是禅 只有在尋常日用中 处处有蝕 就能够使到生活蜕变 脱出烦恼痛苦的科教 世间的学问 诗人的境界 与蝕意比较接近 因此古今的诗人 亦都用头头是道 来到形容 斯文通灵入尿的化景 和意趣 在现实用语之中 头头是道 有以下三种的解释 一 形容人的说话 做事条理分明 二 形容斯文流畅 内容洋洋洒洒 有以长江大河 一舍千里 民意极顺畅之意 三 是指不同意见 但是殊途同归 即是所有的途径 都是归于一个目标 但是现在多数是用第一个意思 用作称赞人的说话 做事都能够全盘理解 动切底缘 表达新述出来的是有条不文 就称为头头是道 已经不是原来的意思了 欢迎你将今天的分享 转发给亲朋好友 并且继续收看 《源自佛教的诚语浅解》 《小册的诚语分享》 祝福大家平安无患 幸福安稳 社交互